大家好 在今天白天感觉起来像夏天 阳光强 温度高 户外活动记得防晒跟补充水分 不过说到这温暖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白天 究竟温度有多高了 最高温的地方在彰化的田中 中午的温度到达了33.7度的高温 第二高温的地方在高雄 高雄今天中午的温度到达了33.6 台北市的温度在33度 新北跟台中的温度在32.7度 有没有注意到温度状况都明显的偏高 明天的温度会比今天的温度 还要再高个一度 所以要提醒你特别注意的是 防晒跟补充水分两件事情不能少 但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因为现在还不到炎炎夏日之时 炎炎夏日的晚上都在28 9度 可是平常现在这段时间的春天的晚上 中部以北都只有在22度左右 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 骑车还是要加件外套 另外要注意的是雾的状况 现在金门已经起农雾了 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了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跟外岛地区 清晨雾的状况会变得更农 所以一大早雾农的朋友 一大早出门的朋友 能见度差要注意了 礼拜四第一天的假期 封面要接近了 刚好呼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 不过这降雨状况只有在苗里以北有雨 但是特别注意 周休假期的震雨要增多了 尤其在周休假期的雨 不只是这个中部以北 而连包含了南部的南高坪 在礼拜天的时候 都会有降雨的机会 那我们就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看这张真实色彩的云图了 先注意到云图上 来我们注意 这里是封面 这个地方是封面 支流封面现在在长江流域的位置 最重要呢 北方的高压是偏弱 所以没有冷高压把它推下来 而在使得我们台湾上空呢 在一个比较偏着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把南边海域暖湿的水气 整个带了上来 所以现在在金门起雾了 马祖马上也要起雾了 到了天亮之前的时候 西半部地区的沿海部分 都容易有薄雾的状况 而温度形态来说在明天 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温度状况会变得 比今天还要再高一些 但我们再来注意 从中南半岛北边这边 有水气带正在逐渐的移动 往这个云南跟四川的方向 这也就告诉大家说 下一波的水气系统 将会逐渐的再建构成型 而天气形态来说呢 从这张动态的云图当中 就可以注意到 封面带所在的位置 是在长江流域 北方的高压系统呢 已经东移到达了 日本的东方了 微弱的高压 而我们的风向 吹着偏西南风的影响 因为风前吹西南风 风后的话是吹东北风 可是呢 北方的冷高压的 纬度偏高 强度是偏弱 目前呢 在明天的时候 这个封面带 在今晚现在在这个位置 明天晚上这个封面带 就会开始逐渐的 再往南移动了 现在是礼拜二 到礼拜三的晚上的时候 它整个封面带 就会逐渐再往南移了 而我们的整个西南风 带上来的暖湿空气 跟包含了整个水气量来说 就会开始再增多 所以明天晚上的雾 会比今天晚上 还要再更浓 那接着呢 来看什么 看三个时间点的地面天气图 第一个 礼拜四 四月四号清明节 北方有高压下来 到达山东半岛 它将封面带 再往南推 所以我们的天气 大概在周四的早上 接近中午的时候 北部地区就随着封面带的接近 要转雨了 但是封面的前半段之后 会逐渐的东移 后半段的封面的水气 会往北抬升 再形成另外一道封面带 所以在四月五号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场景 有没有看到 四月五号晚上 封面的前半段东移 后半段封面往北抬升 那四月五号的时候 还是北部有点雨 中南部还是好天气 但要特别注意 到四月六号的时候 这一道封面带将会逐渐的 又开始接近我们台湾的上空 所以到礼拜六的时候 封面带再往南移动 风前又是吹着偏 西南风的水气带进来 降雨状况 从礼拜六的下午到晚上开始 从北到南都开始有雨 那更明显的降雨 就会在礼拜天了 星期天的时候 这个封面刚好就在 台湾北方的海面上 整个水气的发展 在风前的西南风 伴随着全台湾都有 震雨或雷雨的状况 所以最后一天的假期 你要南来北往要注意 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雾的状况在马祖金门都有 航班要注意了 那时候可能会低云影响 另外西南部地区 也因为整个封面带的影响之下 都会晚上就有局部性的雾的状况 而这个水气要什么时候离开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 要到了四月八号的时候 封面前半段要开始冬移 到四月九号的时候 天气就已经开始好转 所以我们的降雨状况会到 四月八号仍然有局部的震雨 四月九号的时候 就会由短暂降雨之后 转为多云的天气 所以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这波的整个四天的假期来说 前半段北部有雨 后半段连中南部都开始有雨 尤其在周六下午到周日一整天 持续到下周一 到下周二以后 封面开始走了 天气就开始逐渐好转 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明天一天的好天气 好好的把握 但中午的温度偏高 有没有看到 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中部地区的温差更大 尤其中午的高温 有些地方到达34度的高温 而南部地区中午暖之下 晚上的天气还算舒适 可是都要注意 西半部都有雾 东半部地区的话是天气气了 阳光八点以后就偏强 外岛地区的马祖金门 晚上都有浓雾的现象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礼拜四 刚好清明节第一天的假期 我们就看到封面云带接近了 礼拜五的降雨要增多 礼拜六 礼拜天的降雨 随着六下午到日一整天 到一的下午之前 都比较明显 到二的时候 雨后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 外岛地区都要注意 有雾的状况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白天阳光墙 外出防晒不可少 西部外岛夜晚有雾 雾中行车 要特别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